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禮拜的GNN除了新系列的卡甲以外呢 其他的消息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救世主角登場 就是光、火、水、木、暗這五隻 造型變得不一樣,技能也變得不一樣了 那要怎麼取得呢?下面會講 版本更新之後呢,古神遺跡的育成訓練這邊 就是左上角那邊 會增加一系列的敵技訓練關卡 那為召喚師應對不同的類型敵技做好基礎 其中包括移行幻影 移行幻影...是那個符石騙你那個嗎?這個我有點忘記了 那幽閉空間的話就是黑白豬 然後風化符石這個大家很常遇到 然後石化豬,石化豬就是要用疊的方式 還有手下要力速盾 那這個大家應該也是蠻常遇到的 那召喚師如果成功通過全部九個敵技訓練的關卡 就可以拿到這就是主角雙滿的自選券一張 所以看起來看字面上的意思是只能拿到一張而已 不知道能不能重複破然後去拿這個雙滿 不過也有可能出個禮包讓你一次五隻全拿 這個機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五隻的話要選什麼屬性這個就... 這個到時候再分析好了 這個...因為五隻技能其實是一樣的 都一樣的 那技能的部分呢就是長這樣子 CD7 那額外增加三行強化符石 而且是強化符石喔這個要注意 那一回合內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至20秒 那現在原本的主角都是延長到12秒而已吧 我記得那個第七主角好像是12秒而已 那自身屬性符石 首批二消齁 那之前延長到12秒其實轉移時間 對大部分玩家來說可能還是不太夠 不夠轉滿啦 不過現在到20秒的話應該是可以轉好轉滿的 然後還多了這個首批自身屬性符石二消這個也不錯齁 只是這個的話可能就要去算一下齁 如果說有限制轉幾顆什麼的 或者是不能轉到... 或者是需要疊珠什麼的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那消除符石組數越多自身攻擊力提升越多 消十五組可達到最高十倍 那這個十五組是包括天降齁 那並沒有說一定要首消 所以開主角要天降到十五組 十五combo 而且加上還有自身屬性首批二消 其實蠻容易達到最高倍率的啦齁 簡單來說就把它理解成強化版的主角齁 轉移時間更長 然後多了二消又多了自身十倍界王拳 基本上一定要拿的一張卡片 一定要拿的一張卡片 那關卡的話我相信應該也不會太刁難啦 好這就是救世主角 裡面改變最多的應該是... 鄧肯吧 應該是木屬性的鄧肯 感覺奈寶林長得一模一樣啊 沒什麼變啊 好這下呢我們來看一下 地獄疾關卡 虛偽的憐憫 那這張卡是之前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傳出這個圖了齁 這個希拉 不過一直遲遲的沒有推出 那它就會在這個下禮拜五齁 7月30號的晚上呢 推出齁 那這邊有它的故事齁 齊子賀准斯托斯 也就是火希拉 因出生的時候呢 長相醜陋 希拉任由嬰兒的賀准斯托斯 最初神界而沒有阻止 此次希拉設下地獄級關卡 沒有相當顏值的召喚師 會被齊足出關卡 這是什麼意思 感覺好像是有在暗示關卡 有一些特別的限制 感覺又好像是在嘴召喚師 感覺好像是在嘴你們 大家可能要照一照鏡子啦 然後再來呢 來看一下它的主動技能 光屬性的神族 CT6 這感覺是一個巫女類型的卡片 我說巫女類型喔 不是巫女 這個血之迷咒 光屬性的神族 應該是說一般的神族也吃得到啦 算是神族的常駐增傷吧 神族成員以58攻擊力追打 自身屬性攻擊一次 也就是說它放在神族隊裡面 就算是一個常駐增傷 只是增傷的幅度可能就是1.5倍吧 看起來是1.5倍 那每移動一步扣除1%種生命力 最多扣至一血 有點像那個 那叫什麼 音速 那個 轉珠的時候會扣血的那張卡片 那效果會在關閉持技能或死亡或消失 那這個技能可以隨時關閉 關閉的時候生命力減至1 這個副作用有點大 然後引爆所有符石才掉落無屬符石 雖然說有副作用啦 不過短CD 跟這個炸板掉無屬符石 還是不錯啦 可惜不是掉無屬強化 不過以一張免費卡來說 我覺得它算是值得刷的一張卡片 當然可以拿 那接下來呢 神魔節盛宴天之交女愛美美登場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能 挑戰關卡 那挑戰任務大家應該也常 也打到爛掉了啦 就是 它這次是分LV1到LV3這樣子 那每次可以拿到 這個大家自己看 怎麼拿 大家自己看 這邊大家自己看 我們來分析它的技能 主動計CD7的水屬性 人組 一回合內攻擊力 人類攻擊力1.8倍 然後 水珠手批二消 若有發動大於等於三種屬性攻擊 回合結束時 自身CD-6 然後再來 他這邊有講到 神魔節盛宴的角色 隊伍的技能 他跟這隻伯樂爾 一起戰鬥的時候 可以打到專屬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 就是 他們兩隻的 生命跟攻擊1.3 進場CD-3 不過我覺得這兩隻的技能 都非常的沒用 這個技能 愛美美的技能 看了就知道沒用了 那伯樂爾的技能 我幫大家 回憶一下 一回合內人 內攻擊力1.8倍 水屬性 水扶石兼具50% 其他屬性扶石效果 如果消除一種扶石 大於等於10顆 自身技能CD減少6 那這兩張卡 說真的要佔兩個位置 說真的解盾 也解不到什麼盾 所以我覺得這兩張卡 就是沒什麼用 就是沒什麼用 頂多就是拿來收藏就 就算了 那最後是這個8月挑戰任務 靠 又是8月 又要挑戰了 那這次的獎賞呢 是 首次通過LV9 或LV10 關卡可以拿到光金 破50個 40個 吸有素材 紅銀吞舌 其實不打也沒差 真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GNN所有的消息 那重點就是 我覺得重點是那個主角 不過我相信不會太難 主角跟這個希拉 我覺得都可以拿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